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考点 是项目进度计划系统的建立 进度计划系统 计划系统 什么是进度计划系统呢 整个系统它是由多个相互关联的 进度计划所组成的系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看这句话 进度计划系统它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 而且是进度控制的依据 在这里要注意 这个整个这个系统呢 它是由很多的相互关联的进度计划所组成的 而我们一提到计划 它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它绝对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我不能说我现在就能知道 我五年之后的今天我干活的一个进度吗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进度计划它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 那是逐步慢慢的形成的 而且它是进度控制的依据 大家一定要记住 所有的计划它都是控制的依据 在第二章我们讲到的成本计划 它是成本控制的依据 而在这里提到的进度计划 它也是进度控制的依据 所有的计划它都是相应控制的依据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进度计划系统 给大家整理了这么一个表格 你看进度计划系统它包括了这么多的进度计划 有按照不同深度区编的 按照不同功能区编 按照不同参与方区编 按照不同周期区编 这么多相互关联的进度计划 它们一体就组成了这样一个进度计划系统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分别来看 先说第一个 按照不同深度区编 按照不同深度区编 它就包括总进度规划 紫系统的进度规划 还有紫系统当中单项工程的进度计划 这是按照不同深度 是由大往小编 由抽象往具体区编 越来越具体 我先编整个项目总体的一个进度规划 整个项目 整个它的进度规划 然后我要把整个项目开始分解 分成多个紫系统 然后去编紫系统的进度规划 然后对于每一个紫系统里面的一些 紫项 我们也要去编它的进度计划 这个紫项呢 就是这里提到的单项工程 这个单项工程是紫系统里面的紫项 只不过在这里它称之为了单项 好 这是按照不同深度区编 总中的紫 紫中的单项 要注意 然后按照不同功能 不同功能有控制性的进度规划 指导性的进度规划 还有实施性或操作性的进度计划 一共有这么三个 控制性 指导性 还有实施性 在这里你要注意 关于这个控制性和指导性 这两个其实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划分 没有一个绝对的划分 如果说我们这个项目比较大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编的时候 这个层次划分的更加丰富一点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们这个项目没那么大 比较小 那这个指导性呢 就可以给它忽略不计了 那你要注意啊 按照不同功能区别 包括控制性 指导性和实施性 好 说到这里 大家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 我们在第二章 讲到成本计划 成本计划 它一共有三类 那三类还有没有影响 第一个是竞争性的 成本计划 然后第二个呢 是指导性的 第三个是实施性的 对吧 这个是第二章成本计划 涉及到的三类计划 那么在这里呢 进度计划呢 按照不同功能 是包括控制性 指导性和实施性 把这个标题记准了啊 然后再往下第三个 是不同项目参与方 每一个参与方都要去编吧 前面我们说了各编各的嘛 业主方编制整个项目实施的进度计划 由于业主方它要管全方位的 编制整个项目实施阶段的进度计划 设计方也要去编 设计的进度计划 施工方 设备安装方 他们都要去编 采购供货分别都要去编 这个说的是按照不同参与方 各编各的进度计划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按照不同周期 按照不同周期 就是不同的时间阶段吧 五年进度计划 那我编一个五年的 比如说我这个项目建设的周期比较长 持续十年 或者持续六七年七八年 那么我可以编一个近五年的进度计划 我再编每一年的 每一季 每一月 或是每一旬 很明显这个就是按照不同周期去编的 好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看他们内部的关系 大家考虑一下 你说按照不同深度里面的总子单 它是独立存在的吗 当然不是 每一个都是在上一个的基础之上 去编的吧 这个子系统的进度规划 是在总进度规划的基础之上 去编的 单向工程进度计划呢 是在子系统的进度规划的基础之上 去编的 所以他们内部具有联系 与协调的关系 这个要注意 然后这里也是不同功能的 下一个都是在上一个的基础之上 去编的 它也是具有联系 与协调关系 下面也是 按照不同项目的参与方 这么多参与方都要根据业主的要求 根据与业主所签的委托合同 去编进度计划 业主对于每一个参与方都要进行统筹管理 所以他们内部也是具有联系与协调的关系 其实关于这个不同周期这里 它内部也是有联系的 你想啊 当我们定了这半年 我们要完成多少工作任务的话 那么我为了实现这半年的一个量 我是不是接下来每一季度每一月每一旬 我们都要跟这个年度的计划相匹配啊 所以它这里也是具有相应的一些连续系与协调的关系 只不过在我们书当中 它就没有说 没有提到 所以怎么办呀 你要注意啊 关于这个内容 2020年它真的考到一道题 而且考的是多选 大家一定要注意 考多选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宁缺无滥 由于在这里 在我们教材当中 它真的就没有提到 它的内部连续系与协调的关系的话 那么我们在做多选的时候 你尽量不要去选 我们尽量少选 保险一点 一会我们通过题目 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啊 好 这就是整个进度计划系统 再次强调 它是由多个相互关联的进度计划 组成的这么一个系统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涉及到的考点清单 第一个 按照不同深度去编进度计划 包括什么 按照不同深度是总子单 总进度规划 紫系统的进度规划 紫系统当中单向工程的进度计划 总子单 然后按照不同功能 按照不同功能去编 有控制性进度计划 指导性进度计划 还有实施性 控制性指导性和实施性 然后第三个 按照不同参与方去编制 进度计划 分别是独立的吗 按照不同参与方 比如说业主 他要编制整个实施阶段 总体的一个进度计划 然后设计方要去编 施工安装方要编 供货采购方都要编吧 而且他们内部是具有联系与协调的关系 对不对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设计方的进度 你必须要协调 招标 施工 采购的进度 你们之间是相互要协调的 所以它是具有联系关系的 而并非是独立的 好 看一下题目 第一题 关于项目进度计划和进度计划系统的说法 正确的是 这是19年考到的 看A 进度计划系统是有多个进度计划组成的 是逐步形成的 正确 进度计划系统 它是有多个相互关联的进度计划组成的 而且它是逐步完善的 不是说一下我就整个所有的进度计划全部编完 那不可能 做不到的 看B 进度计划是实施性的 进度计划系统是控制性的吗 并不是 你注意 这个进度计划系统 它就是有多个进度计划组成的 我们这个进度计划你可以有实施性的 可以有控制性的 可以有指导性的 都可以 我们也可以按照不同的参与方区别 也可以按照不同的深度 还可以按照不同的周期 能懂吗 我们按照不同的类别 也可以编不同的进度计划 而并不是说计划是实施的 系统是控制的 这句话根本就不对 纯粹的瞎说 第三 业主方编制的进度计划是控制性的 施工方编制的是实施性的 不对 每一个参与方都可以编控制性 指导性 实施性 每一个参与方都可以编 并不是说业主编的就是控制性的 施工方编的就是实施性的 不是 控制性的 指导性的 实施性的 每一个参与方 它都可以编 绕地 进度计划是项目参与方编制的 进度计划系统是业主编制的 不对 你要注意 进度计划系统 它就是由多个进度计划组成的 而且这个进度计划 我可以按照不同参与方 每个参与方都要去编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A 你看这道题 像这个B选项 C D 它是不是迷惑性很大呀 如果你对于前面知识点 理解的不是很透彻的话 可能就会被它绕进去了 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好的去理解一下 那么这道题选A 第二个 下来工程进度计划系统的构成内容当中 属于不同功能进度计划组成的进度计划系统 让我们找的是不同功能 不同功能一共有三个 控制性 指导性 还有实施性 控制性 指导性 实施性 看A 业主方的控制性进度计划 项目管理机构的操作性的进度计划 你看 控制性 这是按照不同功能吧 操作性也叫实施性 这个控制性跟实施性或操作性 这个说的是按照不同功能 正确 施工总进度计划 主体工程进度计划 钢结构工程 进度计划 这个是总子单 先是整体的 总共的一个进度计划 然后各个子系统 主体工程我可以认为是一个子系统 然后主体工程里面的钢结构 可以认为是子系统里面的单箱 所以这个B呢 是总子单 这是按照不同深度 不是不同功能 C 设计进度计划 物资采购进度计划 施工进度计划 很明显这是不同参与方 每个参与方都要区别 这是不同参与方 D 企业的年度进度计划 项目部的月度 年度 月度 季度 五年 寻 这是什么 按照不同周期 对吧 当然找的是不同功能 企业投标的指导性的进度计划 实施性的进度计划 控制性 指导性 实施性 或操作性 这个才是按照不同功能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选择A和E 第三题 为了有效的控制工程项目的施工的进度 为了控制施工的进度 施工方应根据工程项目特点和施工进度 控制的需要去编制什么呢 这道题他问的是要让施工方去编的进度计划 我们看A选项 项目动用前准备阶段的工作计划 动用前准备阶段 这个是业主方由他去把控的吧 然后年度季度月度寻的施工计划 这个是施工方要去编的 施工方按照不同周期去编的 正确 采购计划供货计划 这是由采购方或者是供货方去编的 设计准备工作计划 设计进度计划 这个是由设计单位设计方去编的 跟设计相关的进度 控制性指导性实施性的施工进度计划 正确 他让我们找的就是施工方所编的进度计划 所以肯定都得是施工进度计划 所以这道题选择的是B和E 好 第四题 下来建设工程项目计划当中存在关联关系的进度计划 又是什么 在前面给大家讲那个表格 进度计划系统的时候就给大家提到过 在我们教材当中 按照不同功能 按照不同深度 按照不同参与方 他都直接给出了 他们内部具有联系与协调的关系 而关于按照不同周期 数上没说 没说的话 如果他考的是多选 我们必须要拧缺无烂 你要顺重一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选项 看A 施工总进度计划和主体工程进度计划 总和主体 这个主体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子系统 所以这个就是 总 总中的子 这是总 总中的子 子中的单向 这是按照不同深度 按照不同深度 编的这些进度计划 它内部是具有联系与协调的关系的 然后第二个 主体钢结构施工的进度计划和设备安装 主体钢结构施工和设备安装 这个可以理解为是不同的参与方 安装 还有施工 不同参与方 它们之间也是具有联系与协调关系 正确 设计进度计划和维修进度计划 注意 这个维修啊 我们在第三章 它根本就没有强调说维修的进度计划 当我们整个项目完事之后 整个竣工了 竣工完事之后 我们就不再强调它的进度计划了 所以它是不包括维修的 并且这个我们到了下一节还会讲到 保修阶段是没有进度计划的 第四个 月度计划和周计划 前面我在讲的时候 我也给大家提到了 其实理论上 本质上 它们二者确实也是有关系的 但是在我们书当中 它没有指出 那既然考的又是多选 所以我们就宁缺无烂 然后再来看一下 图建施工进度计划和主体供货 一个是施工 一个是供货 不同参与方之间 它们的进度计划也是具有联系与线条的关系 所以这个可以选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 A B和E选项 这个D 宁缺无烂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考点 计算机辅助建设工程项目进度控制 就是我们对于整个项目进行进度控制的时候 计算机去辅助它 当然会有很大的好处 有很大的意义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还是很好理解的 我们用电脑 绝对比人脑更加精准 更加快捷 对不对 看一下啊 能够解决计算量大的问题 用软件计算 绝对比人脑更好时啊 确保准确性 肯定啊 有利于及时调整 用软件去调整 会比我们手会更加方便快捷 还有 有利于编制资源 需求计划 整体都是好的 当然用电脑肯定要比人脑更加好时 好 这个我们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好 那到目前关于第三章第一节的内容 我们就全部说完了 接下来来看一下设计到的考点总结 这一节呢 说的是建设工程项目进度控制和进度计划系统 首先我们先说第一个 进度控制的目的 关于进度控制 不同参与方都要去控制 所以说进度计划呢 是各边各的计划 然后在对于整个进度目标 我们控制之前 你应该先对于目标进行分析论证 分析论证的目的呢 就是先要去看一下 这个进度目标 它到底是不是合理 是否合适 然后进度控制的目的 为什么要进行进度控制啊 就是通过控制去实现 进度目标吧 然后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 我们是去控制进度的 也就是说控制进度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前提条件 必须要确保质量 不能说是一味的去压缩进度 好 然后进度控制的任务 首先业主方 它是控制整个实施阶段 而剩下的其他各个参与方 都是根据与业主所签的委托合同 去控制的 除此之外 设计的进度 要与招标采购施工的进度相协调 由于你这个图纸出不来 没有办法招投标 图纸出不来 没有办法采购 图纸出不来呢 也没有办法去按图施工 所以设计的进度 要与招标施工采购的进度相协调 进度计划 关于整个进度计划 你要注意 它是逐步形成 不断调整的过程 而我们把那么多的进度计划 给它组成到一起 我们就构成了进度计划系统 这个进度计划系统呢 它是由按照不同深度 不同功能 不同参与方 不同周期 编出来的那么多的进度计划 所组成的 那么来看一下 不同深度的呢 是总子单 总进度规划 子系统的进度规划 子系统当中 单向工程的进度计划 总子单 不同功能 控制性 指导性 实施性 不同参与方 每个参与方都要去编 业主方 设计方 施工 安装 供货采购 都要去编吧 然后按照不同周期 每五年 每一年 每一季 每一月 每一旬 而在这里 在我们教材当中 它重点强调了前三个 它们内部联系 与协调的关系 而关于按照不同周期 这一个 它没有指出来 所以做题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一下 做题的时候 重点注意一下它 你必须要灵活去应对它 然后计算机辅助 工程网络计划 编制第一 肯定是电脑 要比人脑更加精准 方便 快捷 文准很 所以能够解决 计算量大的问题 确保准确性 有利于 及时调整 有利于 编准资源需求计划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第三章 第一节的内容 好 谢谢大家